留学生在食堂多拿一片肉 用三国语言批评 韩国不是发达国家吗 为什么连吃肉也要管制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帮忙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韩国的发达国家名头有多虚 一片肉就能让该国的大学食堂破防 2024年6月7号 韩国府庆大学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 轰动了国内外网站 在当日下午时左右 一名中国女留学生在该校食堂打饭时 多拿了一片肉 随后被食堂工作人员张贴通知批评 通知中明确提到 每位同学理应只能吃一块肉 而中国留学生却装了一长量的肉 导致其他学生无法享受同样的服务 此事迅速在网络上发酵 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议 起初国内很多网友也批评该名中国留学生 应该按照规矩来 不应该多拿一块 还有很多网友表示 学生多拿一片肉也要用中英韩三种语言 写大字报批评一下 格局也太小了 北京冬奥会期间 韩国人清空了食堂里的西瓜 我们也没说啥呀 而当大家看到了这个大学的伙食之后 批评的和互独子的都沉默了 网友们都一边倒地站在中国留学生这一边 外国也有很多网友表示难以置信 好家伙 还以为这位中国留学生多拿了一块战斧牛排呢 没想到才这么点大 至于这块肉有多大呢 做个让韩国男士破防的手势你就明白 在中国食堂里 嘴甜一点的话 打菜也能多给你打一勺这样的肉 关键是这肉是汤里的 用勺子摇出来 很容易摇过量 韩国人不会摇肉汤的时候 还要数一数有几块肉片吧 一个被世界银行认证的发达国家 怎么就这么小气 其实也是情有可原 就好比人民的名誉里的赵德汉 舍不得花钱一样 韩国人组上世代都吃棒子面 穷怕了 肉都在冰箱里 那谁一片也舍不得吃 时间往回波五十年 朝鲜战争以后 韩国作为美军设在东亚的桥头堡 和日本一样 承接了一部分美国淘汰的工业产能 此后韩国经济开始屯飞 在此期间 韩国创造了汉江奇迹 是二战之后第一个 世界为二搞出工业化的新国家 贵这要饭 要来的那也是饭 以前韩国人吃的是什么 从驻韩美军的生活垃圾堆里 淘洗出一些吃剩了的午餐肉 放到锅里配上白菜和大酱煮一煮 就取名部队锅 经济好起来后 韩国的人均肉类消费就变多了 从原来的不足10公斤远升到了21公斤 1990年以后 这一数据增加到了30多公斤 这已经非常可以了 当时的中国人均肉类消费量 只有20多公斤 韩国比我们要多 人均肉类消费和经济有关联 但不是完全成正比的 比如日本的经济达到顶峰的时候 他们的肉类消耗量也比较少 这与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 中韩是可以放到一块比的 条件允许的话 两国在吃肉上都不会克制自己 进入21世纪以后 中韩两国的肉类消费量突飞猛进 2022年 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 给出的数据是人均消费58公斤的肉 主要是猪牛鸡三种 算上鱼的话 整个肉类消费就能接近80公斤 与此同时 我国的肉类消费市场监管总局 给出的数据是人均70公斤 既然人均多出了10公斤 那为什么韩国这么小加自信呢 连韩剧里吃一顿烤肉 就算大餐了 很多与韩国人接触过的中国人都表示 他们和没吃过肉一样 就被韩国同事夹到嘴里了 体现统计学的魅力时刻到了 众所周知 韩国人自尊心是极强的 别国的文化 他们都可以明目瞭瞭地想 自家的数据怎么就不能改呢 其实也不用改 韩国人统计肉类消费量和我国不一样 他们统计的是消费端 中国统计的是生产端 不同的统计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差异 消费端统计就是韩国人买了多少肉 而生产端统计 是中国全年流入市场的肉有多少 例如今年出栏了多少猪 减去出口的加上进口的 除一下中国人口总数 就是人均猪肉消费量了 韩国的统计方式有一个缺点 就是容易把一些含肉的食物 也算成了纯肉 比如淀粉含量占50%以上的火腿肠 放到韩国这也算是纯肉 也是要被计入 人均年食用肉总量当中的 如此一来 统计出来的数据水分就很大 其实中国的统计方式也不准确 因为我国有大量的农村家庭 会自己养猪养鸡养鸭 成熟后拿到农贸集市上去卖 或者自己吃 这一部分肉类很难统计上 特别是过年的时候 农村杀的猪 自家腌的鸡鸭鹅 基本都不在统计之内 这一部分肉的占比可不小 抛开数据不谈 实际来看就是 现在中国人吃肉稀松平常 而韩国人要吃到 没有经过加工的肉就比较难了 加上国土面积小 物产不足 农产品价格昂贵 肉对于当下的韩国人来讲 依旧是奢侈的 从评价购买力来对比的话 目前韩国一斤猪肉 批发均价是54.21元 中国一斤猪肉 当下批发均价是11.65元 2023年 韩国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 换算成人民币是10万多一点 中国是39000多 从这个数据就可以看出 韩国的猪肉价格是中国的5倍 而可支配收入却只有中国的2倍多 所以单从吃肉角度看 中国人是要比韩国幸福的多的 不光肉类 蔬菜 水果 这些韩国更比不过我们 多摇一片肉就可以写大字报批评 要是中国留学生多拿一块西瓜 岂不要惊动青瓦台了 总之大家到韩国后要注意 韩国人的玻璃心很容易碎 在韩国食堂打饭 千万别多拿一块肉 否则容易造成外交事件 关注球仔 下期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